花椰菜青花菜是日常生活中最常吃到的蔬菜之一 但它的种类不同 也很常有人将这两者的名称搞错 甚至现在还有青花笋 到底哪个是哪个 不仔细研究恐怕还真的容易搞混 今天就告诉你它们有什么不同吧 花椰菜俗称花菜或是菜花 它的花球通常有白色、黄色、绿色、橘色和紫色 有些品种花球会呈现尖形或金字打形 由于生长初期会用不织布覆盖 所以花是白色的 否则在正常生长过程中会偏黄 而青花菜可能会有人叫它绿色花椰菜 但实际上它与上述的花椰菜不一样 青花菜是非常有营养的蔬菜 不仅能强化身体免疫力 也是相当出色的抗癌食物 品质越佳的青花菜抗癌效果也越好 挑选青花菜掌握颜色浓绿 花球隆起、手感较重 切口湿润的原则 就能够买到新鲜又营养的青花菜 至于青花笋 是青花菜与芥兰交配后的品种 花梗细、分枝多 花球较小且松散 形状狭长 体积比青花菜小 但口感脆嫩与卤笋相似 只是它的菜筋因为种植过程中 可能因为施肥过多 缺蓬或是长时间干旱 环境温度太高 都可能导致金布空洞 甚至变成褐色或黑色 建议将黑心部位去除 并完全煮熟以后再使用 人生福报赵玉宁 专题报导